今年过来谈那个大发西游的时候 就是由我来主厨接待的 你还接待过周星驰 对 哇哇哇 其实做啥不重要 啊哈哈 重要是做这个手艺的人 我在广东生活了大概有12-13年吧 特别喜欢吃广东菜 我翻炒牛河吃完了 这么大一会儿 主食上还先吃完了 吃完了 盘子都端下来了 他们连着烧鹅 烧鹅 嗯 河粉 这两个是来这必吃的 哎对 炒河粉不错 我又一桌推荐那家炒这个牛河的 亮足味道好 这一份咋卖的 20多块钱吧 好像小份吃吧大份是吧 没想到啊 我们这一进店 最先被推荐的竟然是一盘炒牛河 这可是粤菜馆子里的基本配置 烧鸭烧鹅都不错 烧鹅是这样 其实催得很 这个烧鹅想把皮做这样是要有一定技术的 光做一个烧鹅的事 做到这种程度在广东一个月 我估计都要花几万块钱工资 比较脆 然后蘸着它那个化煤酱 你们今天点烧鹅还是点烧鸭哈 对 鸭都点哈 我还是喜欢吃烧鹅 这没问题 柳士的鸭腾还能吃的 有不有这个吃的 有不有 不有 烧鹅是店家的招牌 挂在门口也是相当的诱人 看来老板的手艺也是相当的自信 在我们见到老板之后才知道他不光有手艺 还有丰富的经历 老家广东的 广东赵庆 97年5月份过来河南河车站 洪三福酒店做粤菜主厨 那时候是22岁 4月份离开 要去了许昌和英酒店吧 当时一个梅园宾馆 然后去洛河 洛河北京大酒店 中间还去洛阳游宾馆一年 最长时间就是在鲁班昌餐饮 在那前前到后四来年吧 从那出来之后呢 去东区做时间会手 那一年就是新爷过来 谈那个大话西游的时候 就是由我来主厨接待的 你还接待过周星池 对 然后呢 所以说自己年龄大了吧 家里离这一片比较近 看上这个饭店正好是空了 然后就接下来 终于到这家店了 无论不知道 这应该是我接触过 我知道的 这个经历最丰富 最坦坷的一位厨师吧 也是老板哈 现在这家小店已经六年多 老板说 他跟姐姐一起搭理的厨房 从食材到做法 尽量保持广州的原资原味 在当地什么样 在郑州还是什么样 对对对对 就比如来说那个白切鸡 我跟我们广州做的一样的 其实有一种调料 就是姜葱汁 足度吧 就是必须的大学生 前就这边的人 不敢吃啊 还选拎拎 但是我这里一直吃 因为我们用的是我们广东的沙浆 这就是广东的沙浆 跟小香葱搭配在一起 独特的香气 立马让人食欲大开 这个一会儿咱要尝尝 再来说说他家的招牌 烧鹅 跟传统的烧鹅 还是有点区别的 传统的基础上呢 会刷上两边那个玻璃脆浆 所以它就选皮比较脆 我们这个菜叫做玻璃烧鹅 不名思义就是比较脆 它还透明 刚烤出来的烧鹅的时候 你不小心掉下来的话 那会很少不碎完 哇 真能达到那种效果 真的真的 就哪怕你剁着烧完 一朵朵朵碎 而这个玻璃脆浆 主要是由鸡蛋清 凳粉 生粉 糯米粉 按照一定的比例调和而成 在烤的过程中刷上两遍 烤出来的鹅皮色泽金黄 又脆又薄 真没想到啊 埋招吃的人 首推的是他家这个炒牛盒 他这个牛盒 他炒完之后啊 他确实不油 射醉给人特别的润 而且炒得很散 不黏 不坨 粉的口感也比较好 再尝尝这个 白鞋鸡 用河南话说就是 半生不树 白鞋鸡就得是这个状态 看看这个葱姜蓉啊 怎么说呢 这个味就是 特有的那种清香味在里面 就很难形容 就是这容易得吃 得吃 淡淡的盐的底部 没有特别复杂的料味 特别的嫩 这个精华就在蘸料上 我他娘啊 整个就把这个白鞋鸡 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各种各样的烧味 烧味里面 他家卖的最好的就是烧鹅 老板的心血就在了 那个脆皮汁上 但是这个我们这个时间有点长啊 看着的时候感觉这个状态 应该不是很脆啊 好薄一层啊 你看皮下脂肪都完全烤出来了 嗯 没达到玻璃的效果 但是还是有点脆劲在里面的 就说这道菜 得吃那个刚做好的 热乎的 鹅肉啊 很紧实 有嚼头 这是白口吃 也可以 因为它有盐的底味 就是咸香 蘸个这梅子酱 带点酸酸甜甜的味道在里头 这顿饭可以的 广东老板煎大厨 亲自掌勺 做这么一桌子菜 你要是平时去别的乐菜馆的 那个厚厨不一定是广东师傅 更不可能是老板给你做 带来他们家一定是老板给你做 所以说这在味道上 还是有把控有把关的